吉安湘公所和救护团花莲县团委会举办113年花莲县生活美学创意康复艺术培训营的活动 课程分享了团康设计团体动能还有执行及情境控制经验课程 要培训社区学校和社团的康乐辅导总指教师 要充分来推广社区的休闲娱乐活动 113年花莲县生活美学创意康复艺术培训营在吉安创课站举行 来自各机关团体中小学还有幼儿园教师 及各大专院校高中职社团干部和同学热烈的参与 学员们相互激荡创意设计活动游戏还有团康技巧 从实作当中精进专长 既然香港游淑珍特别到场 也感谢救护团开启总指老师的团康辅导艺能培训活动 让社区充满欢乐能量 救国团花莲县团委会长期以来培育我们无限社会服务的能量 书生35年在救国团 学会了计划的一个铺陈 学会了团康的能量 更学会了麦克风的一个主持 还有整个运行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希望我们孕育更多的社会中间继续为我们代代传承 能够在社会上面来做带领 来社团 来做孕育 也让我们在社区可以来做完成的铺陈 也让我们救国团的团康辅导 带领跟我们的主持 可以代代相传 在花莲的每一个地方 救国团花莲县团委会总干事林耀也表示 康辅是救国团的精致招牌之一 这次在吉安湘工所资源益助师下 规划相关设计及表演 丰富又实用的课程内容 获得很多义工伙伴牺牲假期来参加培训 要加强本职学能 期盼未来能够活用所学 活化社区乐活影响力 这里会吉安湘报导